腊肉是一种在江西和湖南一带常见的美食 其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却独特 通过切成条状腌制炎亮晒和烟熏等工序 赋予了腊肉独特的风味和长久的保质期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 西安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男子竟然将自己的妻子制作成腊肉 事后这名丈夫重新结婚并生子 过着普通人幸福的生活 而他的现任妻子却想不到 他的前妻竟被保存在家中的橱柜里 整整放了11年 这起令人发指的杀妻案 要从1999年的一次拆迁活动 说起当时的西安市为了改善社会环境 当地相关部门决定整顿社会环境 首当其冲的是清理街上废弃的店铺和摊位 在拆迁队执行任务时 当他们拆掉一个废弃店铺的衣 半时发现橱柜里有几袋腊肉 这些腊肉用报纸包裹 放在编织袋里与普通的腊肉不同 在此之前当地社区已通知各个拆迁户 将私人物品搬走 为何这些腊肉会被遗弃 拆迁队员忍不住好奇心打开编织袋一看 结果让他几乎呕吐 这些肉虽然是腊肉 但味道异常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 腊肉下面露出几根类似人类白骨 拆迁队员克服恐惧报警 让警方辨认肉是腊肉还是人肉 警方到场后进行生物检测 确认这是人类尸体 在一幢老旧房子里找到肢解的尸体 警方立即展开掉 查 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测 发现尸体已被保 存超过十年 骨头表面还残留部分腌制腊肉调料的残渣 这表明罪犯在犯罪后为了掩盖罪行 选择了碎尸处理 并按照腌制腊肉的方法进行防腐处理 警方听到这种令人发指的犯罪手法后 开始猜测背后可能隐藏着怎样的恩怨 才导致如此残忍的碎尸案 由于在老房子的橱柜里发现了这些腊肉 警方认为这所老房子的住户有重大嫌疑 因此他们立即获取了住户信息 这家的住户自1996年起就拥有这栋房子 期间有一个叫卢浩文的男子长期租住了三年 然而警方调查得知卢浩文早已搬到上海常住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西安 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一个长期不在西安居住却费尽租下一间房子 却又不常回来住这房子到底被用来干什么呢 既然卢浩文敢租下这间房子 那说明这房子对他来说还有特殊用途 除了住宿外就只剩下可能是用来藏匿东西了 而这个东西很可能与橱柜里的腊肉有关 因此警方立即联系上海警方合作 将卢浩文带回警局接受审讯 面对警方的审问卢浩文拒绝承认罪行 他知道审讯有时间限制 只要警方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获得关键证据 他就可能被释放无罪 然而卢浩文的心理战术很快被警方识破 当警方逐一展示他们收集到的证据时 卢浩文的表情逐渐变得僵硬 当他看到警方拿出一系列证据揭露出他租房的矛盾 点时 卢浩文最终无法自圆其说 只能承认自己犯下了杀妻并碎尸的罪行 在高中时期 卢浩文和陈梅是同班同学 陈梅因出众的容貌 而备受学校里众多男生青睐 而卢浩文虽然外貌出色 身材匀称高挑 也受到女生的欢迎 两人很快在入学后相识经过三年的相处 他们变得越来越熟悉 毫不意外地 他们开始了一段秘密的恋情 背着家长和老师 而高三正式冲刺阶段谈恋爱 在这个时期注定是个奸 男的抉择 在高考放榜那天 陈梅因成绩不佳 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她的家庭虽不算贫困 但也并非富裕之家 加上她是女孩父母认为 高中毕业就足够了 便帮她安排在国绵厂找了份工作 陈梅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而卢浩文的成绩也不理想 但由于她是个男生 父母强烈要求她再复读一年 尽管卢浩文学习不出色 但她擅长游泳 曾获得过四次游泳冠军 因此在第二年通过体育特长考试 卢浩文被一所体育院校录取 卢浩文的父母看到儿子 未能考上他们期望的学校 并未反思自身原因 反而责怪陈梅耽误了卢浩文的学业 即使卢浩文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她的父母依然不看 好陈梅 家人的不满让陈梅逐渐感到自己阻碍了卢浩文 担心她会因她的高中文化水平而厌弃自己 这种外界压力让陈梅逐渐失去了自信变得偏执 陈梅对卢浩文的占有预期强 她不允许任何女生靠近 卢浩文 即使是曾经的同学或同事都不允许两人有过多的来往 卢浩文发现陈梅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但并没有在意 只是认为这是陈梅特殊时期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卢浩文的父母和朋友也像 她提到了陈梅的一些问题 希望她能劝陈梅收敛一下脾气 但卢浩文认为只要不影响 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可以了 所以并没有听从建议 卢浩文的家人看不起陈梅 而陈梅的父母也不看好卢浩文 因为父母的眼光更为犀利 虽然卢浩文是一名老师 但经过多次接触 父母发现她有些偏执 心思也很沉重 难以洞悉她的真实想法 因此为了女儿的幸福 父母一开始就反对两人结婚 尽管父母竭力保护女儿 但无法阻止她对卢浩文死心塌地的爱情 在卢浩文一次次的求婚和陈梅的极端要求下 父母最终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婚事 经过八年的相恋 卢浩文和陈梅从青色的高中生 跌跌撞撞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这段婚姻本就备受双方家长反对 再加上陈梅性格的转变 两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美好 卢浩文发现陈梅变得极度心重 记仇心声每当她稍微晚归一会儿 陈梅就会胡思乱想 即使只是因为忘记接她下班而跟同学聚会 陈梅也会抱怨不已 甚至因为她和同事打牌等小事 陈梅也会长时间心怀不满 在怀孕之前 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些小事 但随着孩子的到来 矛盾变得更加严重 陈梅怀孕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她 卢浩文让她搬到自己家中居住 起初父母也同意照顾好陈梅 但婆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 因为一句承诺而迎刃而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梅和公婆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这种火药味的氛围对陈梅的健康和胎儿成长都不利 因此陈梅没住多久就选择回到自己家中 然而当卢浩文以为事情会平静下来时 却没料到回家后的陈梅已经做出了改变 她悄无声息地来到医院妇产科 没有进行产检而是选择了流产手术 当晚回到家正在做晚饭敌卢浩文看到陈梅回来 随口问了一句她去哪里了 没想到陈梅却兴奋地回答 我去做了流产手术 这句话让卢浩文愣在了原地 她没有想到这么重大的决定 陈梅竟然没有跟她商量 就做出了 尽管当时她没有责备陈梅 反而体贴地安慰她 有没有不舒服 频繁流产对身体不好好好休息一下 但私下里她对陈梅强行流产的决定心存借地 于是开始有意避免与她互动 有时甚至宁愿加班也不愿回家与陈梅交流 直到不久后陈梅因为卢浩文晚归而纠缠不休时 卢浩文内心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 她脑海里不断回放着陈梅这段时间的韧性行为 于是她第一次与陈梅展开激烈争吵 甚至说出了离婚的话 陈梅一直害怕失去卢浩文 如今轻耳听到对方说后悔结婚 她瞬间被点燃了怒火 拿着家里的东西就乱砸一气 看着泼妇般的陈梅 卢浩文彻底对她失去了最后的爱意 在陈梅喋喋不休的辱骂声中 卢浩文动手掐住了陈梅的脖子 直到对方失去了挣扎的动作 看着失去生命体征的陈梅 卢浩文知道自己制造了一起命案 担心自己会被逮捕入狱的她 在冷静下来后便将陈梅的尸体剁成了碎块 随后利用腌制腊肉的手法 给尸块做了防腐处理 也遮盖住了尸体日后腐烂的味道 最后卢浩文找来几张废旧的报纸 将腊肉块包裹好后 便装进几个编织袋里 藏在橱柜的最里端 尸体处理好后 为了掩盖陈梅离世的消息 卢浩文冷静地回到学校里 随后编造出一个陈梅和其他男人私奔的消息 并在自己的圈子里发布了一条寻妻启事 这才让陈梅的父母和亲朋好友 相信陈梅只是失踪了 在陈梅和情人私奔的虚假消息中 卢浩文戴着痴情假面具 享受着周围人对她的同情和关怀 多年后通过同事介绍卢浩文与现任妻子结婚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卢浩文带着妻女定居在上海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女儿的到来填补了卢浩文 心中对第一个孩子的遗憾 她将所有的爱都给予了女儿 在妻女的爱中 卢浩文慢慢忘记了藏在橱柜里的陈梅 直到11年后拆迁队员从橱柜里找到编织袋 这残酷的经历让卢浩文重新想起了陈梅 卢浩文对现任妻子赞不绝口 称她贤惠体贴善解人意 给予她无尽的爱与关怀 这份温暖和爱深深地打动了卢浩文 让她感到安心和幸福 她每每提及女儿时都洋溢着喜悦和骄傲 为她感到自豪 她与女儿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快乐 每天都充满了笑声和亲密互动 然而卢浩文心中始终存在一个遗憾 那就是当年陈梅离开时留下的孩子 她深信如果那个孩子留在身边 他们会更加幸福 对过去的错误和过失 她深感愧疚 但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段幸福的家庭生活改变了卢浩文的心态 她逐渐明白到 真正的幸福不是通过偏执和极端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家庭的温暖和爱的呵护来实现的 然而一切的悔悟已经为时已晚 悲剧已经发生 如果当初卢浩文选择主动自首而不是碎尸处理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她或许可以获得较轻的刑罚 但她错失了投案自首的机会 并对陈梅的尸体进行了残忍的毁灭 这使得她的罪行更加恶劣 因此法院只能判处她死刑并立即执行 婚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无论是夫妻间的感情还是彼此的行为举止 都需要信任作为支撑和依靠 然而卢浩文在婚姻中背弃了信任 导致家庭破裂和幸福破碎 信任就像一种粘合剂将夫妻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一旦信任消失 婚姻也会变得脆弱不堪 犹如一盘散沙 无论是童年的伤痛还是婚姻中的信任破裂 我们都应该努力寻求疗愈和修复 通过重新审视过去接受内心的伤痛 并积极寻求支持和帮助 我们可以逐渐恢复内心的平衡和幸福感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支撑 只有通过真诚忠诚和坦诚的相处 我们才能建立起牢固的婚姻信任 从而共同享受真正的幸福和美满 感谢观看